台湾主流民意不符合的会 大可不必在那里互相唱和大声嚷嚷 先是针对蔡席会 行政院长苏贞昌一口就替总统蔡英文打枪回绝 蔡总统也已经致电祝福拜登的当选 再来又替小英发言 声称蔡英文已经致电拜登 连续两天苏贞昌两度强在总统前面 但两岸和外交都是总统职权 苏贞昌被质疑临驾蔡英文之上 逾越总统职权 道道地地侵犯总统的职权 毕竟这是总统 等于是一个我们国家的元首 他来做的事情 要不要是由他回答 他讲话才算数 那么由行政院长 基本上他是类似古代的宰相 他并没有这个权者来讲这个话 如果我是苏院长 我也一定会口误 因为我真的很想打电话给他们 民进党立委帮苏贞昌还家 却也好诚实 不该是行政院长说的话 却从行政院长嘴巴说出来 台北市长柯文哲再捕刀 这个他们自己去瞧就好 我们不要 我们这种局外的人就不要再去搅和 附院产生矛盾柯文哲一旁看戏 苏贞昌抢总统话语权不是第一次 急着对两岸事务外交关系 直手画脚 是不是忘记总统是谁 记者黄明君 李怡婷 SNG小组台北报道 捍卫言论自由到底 抢救中天 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请立刻订阅中天电视YouTube频道 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